所以我们每次做烟共试试 两种都会做 但是以鬼也不会多几分钟 就是说我做个烟共 我也会放一杯水米在旁边 那如何观想 我想观想的目的是为了引起悲心 所以我们要去思维他们的苦 地狱道的苦 二鬼道的苦 所以我会常会跟他们讲 鬼道的寿命一百七十万年 没有水喝 一想到喝水就会喷火 太痛苦了 那你要多几次 让我们去思维那些二鬼道的痛苦 地狱道的痛苦 出生到被杀的痛苦 然后对他生起悲心 那像我 我还要去那个地方跑 因为我去跑我才有印象 我到屠宰场 到湖墓区去接触 让我产生很强烈的印象 虽然我这一次跑到美国 加拿大 法国很多地方 到英国 那每一个湖墓区我都尽量去 甚至他们给我说 那个是这一次去爱丁堡 有一个因为黑死病 当时黑死病死的人太多 一万多个人就丢在那个地方 埋掉了 甚至还没有死 他们就把它埋 为什么 因为不赶快让他们怕传染的地方 那对我印象就很深 而且一去那边就觉得 温度少了十度 那一进去就 一下因为他们那个时候 那我就很冰了 风吹来全身冷了 我们就很努力念 那念完一上去就变得很热 那对我印象很好 那有没有超度这些黑死病的 另外一回事 那是我要一直羞慈悲心 那黑死病的同时 除了人死 很多老鼠也被杀死 也要对他修悲心 那我想悲心是你要告诉你自己 用你的思想告诉你自己 他们的苦 那我现在这个 烟供里面也有药 你要观想药 有食物 而且还要加上 我们的功德 而且各位功德要念下来 随喜大宝法王 诸大善之士 的所有功德 因为我们要帮助这么多众生 光一个力量不够 所以佛教讲互相依存 千万不要有我个人 one man show的想法 我的做法 都是希望别人的帮助 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颗 小小的沙子 但是透过这个互相依靠 互相帮助 所以我们才能够帮助他 永远不离开众生的力量 这样很重要 所以有做这些观想 当然 练习再练习很重要 所以有时候 我练习久 我会掉眼泪 因为你要是想得很深 你就会想要哭 这也是很好的观想 很好的观想 然后 就像那天我去印度庙演讲 那我看到底下几个人 我就觉得说 这个人一定做过我妈妈 那个人做过我爸爸 我就想要哭 那我认为这个想要哭 对我很有帮助 不是我想的 一定是真的 所以我应该很尽力 但是很尽力 我讲的话很浅 很浅 我只是想要感动他的心 透过他对我有信心的感动 我能够供养功德给他 这样可以 所以我想来 来接受我们施食的对象 都是我们母亲众生 这个不能喊口号 如母众生 如母众生 那个脸就不像慈悲 就是要很有耐心 所以我很喜欢 如果我一个人 今天有两个钟头 那我在这边看经典研究 窗口就会点一个烟供 不间断 因为点一点点 然后再加 再一直加 因为我刚好有些运动 不能做太久 但是我不想间断这两个钟头 两个钟头的慈悲 再加上我在这边 看佛经 修仪轨 那功德也给他 那这样对我来讲 可以非常好 好 希望你常做 伟大必孤独同在 各位不要退转 因为这个末法 末法有个问题 就是杀身多 轨道多 所以大宝法王一直要提倡 不动佛法门 要我们念不动佛心众 因为末法很多众生 最容易吓到地狱轨道出生道 因为大家很容易造恶业 所以为了如此 我们要多救护这些生命 所以来念一下 放生救动物道 念咒超度地狱道 施食帮助出生道 特别在英国 你不可能天天去放生 那是河里面的 海里面的 空中的鸟 地上的蚂蚁 你时时刻刻可以帮助它们 而且透过这个施食 你会得到很大的 加持力跟福报 所以佛陀说 不施一颗 得到千百万倍的福报 因为它们可怜 所以 这个是一个修慈悲心 很好的祝愿 好 各位还有吗 法师好 非常激动 今天有机会能看到法师 我的问题是 以前我在中国国内 就是根据法师的诗食仪轨 做了大概有五六年诗食吧 随其功德 谢谢法师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然后到英国以后呢 我就 一是好像不是太方便 再一个就有点懒惰 我就看网上说 就用那个六字大明咒 也能试试 我就一直就做这个试试 后来 有人就说 你念六字大明咒 那些鬼道众生吃不到 他们就跟着你 然后 你反而会找很多麻烦 我现在就 最近这几天我就不敢试了 然后又 要是按原来那仪轨呢 我又有点懒惰 然后要是按六字大明咒 我又不敢试 请问法师 是还是按 您原来那个仪轨做 还是 好 谢谢你的问题 谢谢 第一个 你刚才讲的 跟你讲的 说念六字大明咒 诗诗 那个众生会跟着你 这个人讲错话 因为听人说 你还不如去问 善知诗 他有经典的根据 那并不会 因为 就算你不会念仪轨 你只要请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慈悲 保证把你这个 愿意布施的 转为甘露 这个叫 欧玛尼伯美奉 那 当然如果你愿意 把食物变得更多 你前面加上个字 欧阿奉 这样就好了 欧阿奉 就是清净无量 转为更多 然后念欧玛尼伯美奉 就求观音菩萨的加持 让他脱离六道轮回 生起悲心 往生净土 所以就是欧阿奉 欧玛尼伯美奉 那我想 你一定要有信心 这样就好了 你要相信 这个没问题 当然如果你有时间 你愿意念 长一点的仪轨 那就算你不能够 做烟供 一杯水 加几颗米都可以 但是 最主要是 次数多了 因为你每天都要喝水 吃点点心面包 吃饭 拿一点 欧阿奉 不是这样 欧玛尼伯美奉 当然你那一天有时间 你就念长一点 欧玛尼伯美奉 那一天没时间 那你就念短一点 当然看你的时间 我今天很有时间 那我将念三遍 药师咒 因为鬼也会生病 动物被杀也会痛 而且人类身上很多病 大部分都是鬼神 包括祖先 附在他身上 所以你念了欧玛尼伯美奉 又念了药师咒 然后这个生病的众生超度了 那活的人也不生病了 所以事实上互相缘起 你帮助了鬼道众生 也帮助了人 也帮助了医生 也帮助了这个世界 免得浪费太多钱 所以你还是绝对不要退转 然后欧玛尼伯美奉 有时间就念多一点 好 还有吗 请这边 快点 好了 法师你好 想请问一下 因为已经长期如数 但是因为在英国的时候 有时候如果要跟同事聚会 在外面吃饭 五星是非常难避免的 尤其是在英国 你如果跟他说 不要有洋葱或是葱蒜 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虽然英国吃素已经蛮方便 因为他们很爱护动物 但是因为为了不让他们麻烦 所以你还是不小心会吃到 有洋葱的东西 那不晓得 我知道有一个咒语是可以消除这个样 可是你经常会感到非常的 有点罪恶感 就是我跟别人去聚餐的时候 不小心吃到洋葱葱蒜 不晓得法师怎么觉得 好 谢谢你的问题 不吃葱蒜 对念佛持咒 打坐的人 特别修气脉明点的人 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葱蒜一吃 经典说的 是经典说 佛经说的 吃葱蒜 韭菜 生吃 会起嗔恨性 容易发脾气 煮熟吃 会容易起男女欲望 更恐怖的是 吃葱蒜 这些鬼魔就可以利用你葱蒜 附到你的身体跟嘴巴来 所以对修行人 有很大的伤害 所以在这一点 如果你问我 特别如果你很喜欢做修行 有时候在念佛持咒 你还是不要吃 但是 是可以解决的 就是说 当然 不小心吃到 有时候真的没办法 不小心吃到 那我们要念那个 消除葱蒜咒 大家念一下 就是说 就是消除吃葱蒜的过 但是 基本上虽然不方便 那我们还是要把握 这个原则 不然的话 就是说 你在打坐 我在修行的时候 就不太方便 特别是我们 因为我们有在超度 我们汉传的出家人 每天都要三次 至少三次施死 回想给这些孤昏野鬼 被杀了动物 如果我吃了葱蒜 一念 不但没有得到力量 而且是负面的力量 经典说 因为罗刹附在你的嘴 你念出来是罗刹的语言 对立的语言 而不是慈悲心 所以我认为 藏传佛教在这一点 我也曾经跟大宝法王建议 说最好能够公布 不要吃葱蒜的 经典的根据 因为对修行有伤害 第二个 对汉传的出家弟子 更是很痛苦 因为我们大家都不吃葱蒜 而且一闻到葱蒜 就全身痛苦 也不是说不好闻 也根本没办法再修行 但是如果去参加法会 一次通通是葱蒜 那根本没办法 所以基本上修行是有一点 耐得起孤独 而且不要把人家批评 当然你要跟对方解释 如果他们能够不吃葱蒜 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然后挑这些食物 你也尽量仔细吧 尽量仔细 因为像我一样 因为我们当然天天跑来跑去 很多地方都吃葱蒜 大家对我们出家人蛮尊重 但是有时候一个人吃 我还是要坚持 因为这个一吃 我曾经吃过几次了 不小心的 全身就像感冒一样 也不是生病 然后就是 就像他那个电乱跳 你做也不对 站也不对 然后不太好 就睡不着 那根本不用说打坐 那这样就没办法发挥 修行的效果 所以西藏有一句话 是西藏留下来的 宁可寺庙被火烧掉 也不要让一个吃过葱蒜的人来灭火 甚至以前还规定 吃过葱蒜的人 一个月不仁入寺庙 为什么 你一吃葱蒜 所有的护法神通通跑掉 因为天神最忌讳葱蒜 罗刹最喜欢葱蒜 天神很清香 所以我想各位听我这样说 反正就不吃最好 然后这样以后你身体会好一点 皮肤没有味道 葱蒜吃太多 你每天要抹一大堆香水 来盖住你这个味道 然后身体就不好 念咒没有力量 超度没有力量 所以还是不嫌麻烦 我们很麻烦 每次进到超市 挑了老半天 V还不够 还要看解释 因为里面都有重算 好 谢谢你 再来 后面 谢谢 鼎礼法师 弟子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超度亲人的时候 也会用到这个金刚经 那墨学想 想请教上师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金刚经 是在超度亲人方面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功德 因为我们普遍知道 金刚经它是主要讲空性嘛 但是在超度方面 有没有特别的 就是非常巨大的一些功德 谢谢你 感恩上师 金刚经最主要是 希望对方断除执着的烦恼 然后呢 才能够放下 才能够超度 所以我们超度的时候 时间够长 我们会念金刚经 时间不够长 会念不热心经 心经也讲空性 所以看你怎么判断 就是说 这个往生者 如果他是烦恼执着很强的 那你要跟他念 甚至 邪见的你要念金刚经 这个人是罪障很重 因为他杀身很多 但是这个人人还不错 加念地藏经 这个人 他生病很久 才好的 那你要跟他念念要事咒 或是加念破门品 这是一个习惯 事实上不是绝对 你念任何一部经典 只要你怀着一个立汤的心 什么经对他都有帮助 而不是说 像法华经有说 法华两三行 那众生都离苦 亡魂皆得度 法华经 那里面包含 面华 莲华 华言经也一样 华言两三字 那这些鬼道也超度 就这个意思 所以大乘的经典 目的就是在利益 所有六道众生 跟欧玛尼勉勉弘一样 所以我认为只是 这是一个对峙的方便 对方喜欢什么 我们就念什么 所以我去帮人家助念 我都会问 他在世的时候 喜欢念什么 观音菩萨 所以我们今天就念观音菩萨 我们因为他喜欢了 然后再来改变他的念头 会好一点 所以都可以 但是我只是认为 超度 不是光对往生者 超度是一种慈悲 那刚刚讲了 现在随时都有动物被杀 男女孤魂 到处都有 而且佛经说了 没有一个角落 没有亡魂 没有一个角落 没有的 所以你时时刻刻 保持这种超度的心态 来念经都可以 只是你的对境说 我念金刚经 断除众生烦恼之作 那也可以消灭 因为金刚经感应录 写的太多太多太多 有一个女孩子很喜欢吃螃蟹 而且用酒给他灌下去 叫醉蟹 对不对 然后他死了以后 他就托梦给他先生 他现在在蟹山地狱 就是整个 整个山都是几万只 几千万只的螃蟹 每一只螃蟹 都来咬他的身体 咬到烂掉 然后死了又生 他很痛苦 很痛苦 所以托梦给他先生说 老公啊 你去帮我找隔壁一个 很有修行的出家众 他喜欢抄金刚经 帮我抄七遍青刚经 我就可以超度 有这个感应 所以他老公 当然赶快去了 然后抄了一天 抄一遍要七天 结果抄第一天抄完 他老公晚上就做梦 哎呀老公谢谢你 师父开始抄金刚经 我就不被咬了 我还在那个地方 他没被咬了 哇他先生一听 更的 赶快隔天 师父你一定要抄完 他抄完他就抄肚了 所以金刚经 如果按照这个故事 他对任何众生都有利益的 并没有妨碍 好 快点 他要就给他吗 为什么老外的被给 我还没关系 好 老外的被毒 我还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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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关系